境外申搭機入境台灣 口罩面罩全都戴緊緊 做好防疫措施 國境疫情嚴峻 但台灣防疫成績 被美國蓬勃評比為世界第一 蓬勃依據包括公共衛生 也就是過去30天 相對於人口的確診死亡數 與經濟活動 還有政策空間 三項指標來評比 台灣在75個經濟體中名列第一 贏過南韓 泰國 大陸 因為一直都是零死亡 所以公共衛生一直都會很好 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 想要對此回應 因為就公共衛生指標 台灣確實已經一個月 沒有出現死亡個案 當然第一名 但是文化大學經濟系教授 博雲昌卻認為南韓名列第三 與台灣最大的不同 是因為南韓才普篩 而不上台灣不普篩 美化數據 指揮中心則是這樣回應 對於澎湯評斷標準專家各有看法 不過淡江大學財經系教授林滄翔認為 雖然政府防疫成績可圈可點 其他國家遭就開放轉機 台灣卻賣了許多 相關產業打擊大 而除了轉機 商務客境外生也入境 到底何時邊境完全解封 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日前上節目回應 除非世界疫情趨緩 或者是已經有疫苗 否則代價太高 台灣邊境解封何時才來臨 還是很大的未知數 這裡楊世衛 維持台報道